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大折洞这么高了 我估计很快就可以吃了 这么出一条 这南瓜两三天不见长这么大了 我估计都有七八斤 不止七八斤了 这个木瓜树这么小 结了木瓜了 结好几个了 这个是车离指数 应该明年可以结果的 菠萝长这么大了 快可以吃了 我种这个是红色的菠萝 看一下多漂亮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看这五花果 没长叶子就开始结果 这个梨子树 刚种的时候就这么高 现在几个月时间 我估计都有三十米高了 这个是幼稚树 这明年棵那个荔枝树 都可以结果的 这个是荔枝树 看长得多茂盛 然后这个是南瓜梨 应该明年这两棵都可以结果的 然后我们这个秋葵 已经长老了 结果它流肿了 这是紫色秋葵 这百香果都爬这么高了 我种了三个不同的品种 有白皮 纸皮 黑皮 然后那边又种了一些火龙果 这边我还种了一些牛肉桃 应该明年就可以吃果肉 你看我这个桃树长得是最好的 因为它在狗子的旁边 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经常给它施肥 非常茂盛 这个芭蕉树是自己长的 长这么高 不知道能不能戒芭蕉 这黄瓜长得好快 这是种第二批的 这个茄子是最给力的 种一次我觉得可以吃半年 吃了好几茬了 桌一叉又叉 你看这茄子长得多漂亮 然后现在又开了很多花 我觉得还可以吃好久 茄子要摘不摘就好了 还种了几棵柠檬树 差点都忘记了 哎呀这个吃是好生意 老板 是桃子 鸡蛋 鸡蛋 剁鸡 放入鸡蛋 放入鸡蛋 再放入鸡蛋 放入鸡蛋 放入鸡蛋 炒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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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 炒热 鸡蛋 再出一些水 蜜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